一生必去一次的度假海岛 盘点这十大最值得去 下集 6.夏威夷群岛 ID在手 说走就走 一个岛只要一天就可以体验一年四季 你知道吗 全球最高的火山其实也在夏威夷 顶峰总是白云缭绕 但一间可以看到无污染的最美星空 这个好莱坞镜头下的人间天堂 集合了地球上太多的极致风景和多元化的土著文化 7.哥斯达利加 这里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军队的国家 40%的土地被原始森林覆盖 徒步穿越茂密的热带雨林 可以看到各种你没有见过的热带动物 走进世界十大火火山之一的阿雷纳火山 在山脚下的塔巴康火山温泉中感受纯天然的魅力 8.西索岛 这里是全美最南端的天涯海角日落故乡 既有世界第八大奇观之一的美国一号公路 又有风靡全球的真实的谎言取景地七英里桥 全美大陆最南端的地标也坐落在此 只有90英里就能到达古巴 文学就像海明威也是在这里迎来了写作生涯中的鼎盛期 9.维珍群岛 这个小众海岛人际寒致 限价比高 碧海蓝天 彩色房屋 每个岛都能体验到清静自然的原始美 潜水深入海底可以看到梦幻的珊瑚群 满油油的海龟 幸运的人甚至会看到鲨鱼 10.多米尼加 唐塔卡纳 这里有加勒比海最蓝的海岸线 世界十大最佳海滩之一 巴瓦罗海滩 相比其他热门目的地 人更少 商业气息更淡 玩得更精进 你最想和谁一起去你心中的理想度假上帝呢